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制服 故事一开始,一对青年小男女半夜出来野战 他们选择的地点是一家废弃医院 就在两人要进入正题时 女人一抬头发现医院上面竟然悬挂着一具尸体 尸体还被打扮成了洋娃娃的形象 之后警察赶来处理通过基因比对 他们发现这个人正是之前被报案失踪的小美 死因是肺部被灌入淡气 警察首先怀疑凶手是小美的丈夫 因为丈夫曾在前不久给小美买过巨额保险 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保险上有一条要求 那就是如果小美意外被杀害 受益人就会变成小美的弟弟 这个条件洗掉了小美丈夫的嫌疑 随后警察在案子中迷失了头绪 这个案子还没有了结 很快又有了新案情 同样是一位女士被杀害死后 也被打扮成了洋娃娃的样子 死因和小美相似都是身体里被人注入 然后双腿被浇上开水而亡 通过两个死者的比对 警察发现两个死去的女士曾经是同学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 他们判断出来了下一个受害者 也是他们曾经的同学舒芬 警察迅速派人保护 第二天晚上舒芬真的差点惨遭毒手 虽然保住了舒芬的性命 可是还是让险因人给逃走了 在抓捕的过程中 警察进一步分析 发现两位死者此时所穿的衣服 全部都是他们十年前异常晚会的装扮 这些衣服现如今都需要特别定制 因此警察着手从一些老式裁缝店开始调查 最终确立了嫌疑人酱油 酱油一见到警察就跑 最后一不小心从楼上摔死了 通过进一步的确定 警察又将这个嫌疑人给否定了 因为酱油逃跑的原因不是杀人 而是贩毒 不过通过搜查酱油的家 警察也不是一点发现都没有 他们判断杀人凶手是个左撇子 并且将目标放在了贩卖保险的大头身上 只不过警察还是晚了一步 大头早就把舒芬给劫持了 动手前大头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大头一直暗恋了舒芬 可就在他表白的当天 舒芬居然联合一群姐妹侮辱大头 意外导致大头失去了 行男女之士的能力 而那一天刚好是圣诞节 舒芬和姐妹们都穿着洋娃娃的衣服 从那之后大头就喜欢将各种女人 打扮成洋娃娃 每次给他们化完妆 就是他们的死期 这次大头准备用同样的氮气手法 对舒芬动手 就在关键时刻警察及时赶到 在打斗中大头一不小心摔入氮气池 就此格屁 而警察虽说受了伤 不过最后好在成功的将舒芬救了出来 原本警察以为凶手已经抓到 可在现场他们竟然发现了另一具女尸 女尸的身份是舒芬的姑姐 尽管手法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凶手绝对不是大头 最终经过紧张的调查 事实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之前的两个女人的确是大头杀的 而舒芬的姑姐却是舒芬杀的 因为舒芬和丈夫在做违法勾当时 被姑姐发现之后模仿大头的手法杀人灭口 看完电影 感谢观看